IDF戰機升空 要展開單機特技 上千名觀眾抬頭一看 卻發現戰機不太對勁 拉近一看 戰機的尾端噴出大片火光 上逃飛官似乎察覺不妙 在空中盤旋準備降落 空軍清泉缸基地 為了周六的活動 上午展開預演 雷虎小組很順利 還噴了象徵國企的噴霧 但到了單機特技表演時 在空中的IDF戰機 先是冒出了濃煙 接著疑似漏油起火 硬輕微管 竄出火光 你剛剛有沒有看到 那個飛機起火的 有嗎 那個是怎麼樣 那個噴火的那個比較漂亮 你沒有嚇一跳嗎 沒有 它飛機燒起來這樣 燒起來 我以為它就是跟 就是那個 空軍司令部也緊急發布新聞稿 疑似是因為發動機異常 才會出狀況 信號管制人員立刻通知飛行員 順利降落人及軍安 已經勒令立即檢修 但上前名民眾 本來是要觀賞戰機英姿 卻意外直擊戰機起火畫面 實在有點浪殘 這條航天信吳鵬新山景 陳台中採訪報導 散員